这是一组铸造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编钟 气形精美保存完好 两千多年前 他们曾在庙堂之上奏响雅乐 现在却成为文物贩子倒卖牟利的筹码 大民警追查编钟来源 一枚小小的火漆意外带来重大发现 真假火漆该如何分辨 青铜编钟的来源之谜又能否解开 特别节目 富宝之战真假火漆上 火漆的破障即将播出 他们是见证历史的珍贵遗产 他们曾遭遇盗贼黑手 流落文物黑史 甚至飘零海外 警方勤贼寻宝千里追索 民间淘宝热的背后 文物安全牵动社会神经 合法收藏与非法倒卖 法律有着怎样的界定 文明血脉如何以敬畏之心 守护平时 法律讲堂特别节目 互保之战 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特别节目 互保之战 青铜编中 我想朋友们都很熟悉了 在上个世纪 1978年 在湖北隋州出土的增口乙边中 是由65件青铜编中组成的 这可是在地下埋了两千多年了 当时他们一敲击还能够正常演奏 那么在中国古代编钟 他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这么说吧 但凡征战 宴会 祭祀 这都要演奏编钟感 这可不是单纯的一种简简单单的乐器 而是上层社会专用的乐器 不仅是权力的象征 同时也是中国礼乐文化的见证 所以这些青铜编钟 也见证了一个又一个朝代的兴衰 今天呢 在陕西历史博物馆 也收藏了一套保存完好的精美的编钟 您看 不过 他并非因为考古发掘而面试 也是因为一起文物大案的破获 而重新回到公众视线 据专家鉴定 这十三件编钟都铸造于春秋战国时期 与国宝级的文物增侯以编钟 是一样都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 其价值也是弥足珍贵 它曾经被多次非法倒卖 为了追查这十三件编钟 办案民警们可以说是千辛万苦 从西安到北京多次奔波辗转 在历史数月的侦查中 终于查明了编钟倒卖的来龙去脉 而且成功破获了一起重大的文物倒卖案 与此同时意外的还破获了全国首例的文物火器造假案 2009年8月28日下午2点 西安市公安局刑侦局二处五大队接到了一条信息 一个陕北人手中有一批珍贵的青铜器正打算出售 并且已经约来了买主 准备以三百多万元的高价出售 三百多万元的铜器应该是很高档的青铜器了 因为这个数量是非常大的 所以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从获得信息以后确定了商店的位置 嫌疑人的位置以后 马上进行全方位的监控 接到举报后 五大队迅速立案侦查 一番名查案网了之后 办案民警锁定了一家文物商店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办案民警躲藏在商店附近的一辆面包车里 对商店进行监控 警方为什么会对这批青铜器交易的线索紧追不放呢 原来以他们的经验判断 这批青铜器的来源非常可疑 很可能是没有合法来源的文物 没有合法来源的这些文物 这些是国家严谨买卖的 一个是出土文物 一个盗窃 抢劫来的文物 文物商店可不是说什么文物都能卖 挂羊头卖狗肉干违法的勾当 肯定是违法不容 经过对孙某商店的严密监控 办案人员终于发现了异常迹象 8月29号晚上21点 有一辆货车就停在了商店门口 十几个大大小小的箱子 被小心翼翼的抬到了商店里面 这整个搬运过程中 孙某一时都在门口十分紧张的把手 神情看出紧张激动来了 箱子卸完之后啊 货车迅速又开走了 孙某也立即关上大门 商店关门停业了 随后再也不见其他人员随便出入 什么时候再开门不知道了 箱子里面到底装着什么呀 难道就是报案人员举报的珍贵文物吗 此时办案民警并没有说是立即抓捕 按照原来的抓捕方案 要等买主出现之后 在交易现场实行抓捕 这叫人赃巨货 然而几天过去了 买家却迟迟不见踪影 难道出了什么意外吗 怎么办 还要继续遁守多久啊 我守了三天 这个买主 他家庚就没来 我们的县人去举报的情况就是 这个买主已经准备离开西安了 买主离开了西安 继续遁守已经没有意义 人赃巨货的抓捕方案落空 为了防止电阻转移文物 办案民警决定立即实行抓捕 那天下午是有人来过来打电话 他一边在开门 我们抓这个实际 一望而上 就冲进去了 然后进去以后 当然他 他的表情肯定很惊讶 冲进来一帮便宜 我们把工作转移掉 警察 那时候他还是比较慌的 感觉 在一番仔细的搜寻之后 就在房间的角落里 办案民警发现了他们苦苦遁守守护的目标 一组造型精美的青铜鞭钟 有五件青铜鼎 神秘的青铜鞭钟 终于现身 获主张某也浮出水面 然而张某却坚称 鞭钟的来源合法 并且盖有入境火漆 难道这套鞭钟真的来自海外吗 小小的火漆有何作用 为何能成为海外回流文物交易的合法证明 案件疑点重重 但民警能否找到新的破案线索 特别节目 互保之战 真假火漆 上级 火漆的破绽 正在播出 这就是被查获的十三件青铜鞭钟 看上去这批鞭钟品相很好 中底上你看有精美的文士 一看就是春秋战国时期 青铜器常见的文士 应该说这是一批比较珍贵的文物 看到突然出现在面前的警察 店主孙某一开始还想抱着脚性心理 想应付过去 他说呀 这些青铜器是他的一个朋友的东西 放到这儿让他给看看是真是假 并不是放店里卖的 但是办案民警在现场搜到了一张纸条 让这孙先生是无话可说 就是这张写着数字的纸条 泄露了孙某的秘密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 这批青铜器都已经标出了价格 其中九件柳中九十八万元 四件柳中一百五十万元 五件青铜鼎六十八万元 总计三百一十六万元 你不准备卖 你看你营锡的账目表干什么 所以说做了大量的工作 最后还是实话实说 他答应了帮助这个账目 把这东西卖出去 账目给他的账目表是个底价 那你就是你加多少 你卖的都是你挣的 把这关系搞清楚了以后 这个时候我们就赶快 去招募这个张某 根据孙某提供的线索 办案民警很快就来到了张某的住宅 当时在欢城南路 张某的住宅 这个张某一出现 随即就进了招募 张某到案里以后 刚开始气势还是比较高 我这东西是合理的合法的 你凭什么扣我东西 我这东西都海外归来的 我从海外买回来的 拍卖回来的 你扣我东西不对 张某极力声称自己的东西来源合法 理由就是所有编中上都打着火漆 那么什么是火漆 火漆究竟有着什么样的作用 它与文物进出境审核 又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我们再来看看这一套编中 从这些照片上我们不能看出来 这13件青铜器上都印有一个圆形的红色印章 这是什么东西 这个就是火漆 火漆又叫封口漆 是一种红色的交合剂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易移动 可以说是一种防伪措施 现在给文物加盖火漆印章 是文物进出境的有效凭证之一 按照国家法律的规定 文物要想入境或者出境 就必须加盖这个火漆印章 那么为什么要用火漆来进行防伪呢 它又怎么被用到了文物进出境审核上来的 小小火漆和我们古代的风泥 有没有什么关联呢 古时候公文书写完毕后 为防止在递送过程中被人私自拆阅 人们就将写有公文的剪毒装在斗槽里 然后用绳子捆上 在打劫的地方压上一块胶泥 再在胶泥上盖相关官员的印章 这就是风泥 当收件人看到风泥完整 就代表公文在避送过程中没有被人拆开过 公文的机密性得到了保证 据说中世纪的欧洲 火漆也是专门用于封包重要文件的器物 近代以来 内忧外患的中国文物流失严重 新中国成立后 为了加强文物进出境的管理 火漆运用到文物审核工作上 再通过审核的文物上加盖火漆印章 成为准许出境的标志 在这种制度的执行下 中国的文物保护也起到了非常大的成绩 徐涛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陕西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 从事文物鉴定工作二十多年 包括成立了文物进出境的审核机构 包括发放文物进出境许可证 还有使用的火漆印章 用于这个防伪 如果真的像张某说的那样 那么这套编钟就是来源合法的海外回流文物 交易也是合法的了 但是当警方要求张某出具相关手续的时候 张某又不像他一开始的时候那么底气十足了 因为除了六件拥钟有相应的报关单之外 其他几件拥钟并没有任何资料 他的理由是找不到了 同一套编钟同样构自海外的话 怎么会报关手续不全呢 而且警方在最初得到线索的时候就听说 获主在完善手续 如果编钟来源合法 为什么事后去完善手续啊 这种种疑团在办案民警的脑海中营绕着 也坚定了他们继续追查下去的决心 编钟究竟来自哪里 来源是否合法 一定要把它查一个水落 时初 编钟来源是否合法 案件线将决 就在此时 鉴定专家的一个重大发现 却让案情出现了转机 一套编钟经线三种版本的入境火器 获主肯定有造假嫌疑 便使火器成了破案关键 办案民警 附近鉴定 权威部门又将给出怎样的结论 特别节目 互保之战 真假火器 上级 火器的破绽 正在播出 他们是见证历史的珍贵遗产 他们曾遭遇盗贼黑手 流落文物黑市 甚至飘零海外 警方勤贼寻宝 千里追索 民间淘宝热的背后 文物安全牵动社会神经 合法收藏与非法倒卖 法律有着怎样的界定 文明血脉如何以敬畏之心 守护物严实 法律讲堂 特别节目 互保之战 尽体关注 为了尽快查清这批文物的来源 五大队的办案民警 把他们送到了南西省文物局 文物鉴定中心 很快就得出了鉴定结论 这几件边中 我们看了以后 它应当是春秋末到战国初年的这么一些边中 在这个时候 大家知道这里面 中国春秋战国时候 有很多国家 大大小小很多国家 这里面的每个国家 它这个国军 包括它的官署 它都要有一些礼器 还有一些乐器 这个呢 我们看呢 应当是 就是南方的 每一个小国 所用的这个 乐器 春秋战国时期 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活力最伟大的时代 那个时候群雄争霸 英雄辈出 我们现在 无从想象这套历经两千多年岁月 沧桑 依然保存完好的边中 到底见证过哪些激情或者悲壮的时刻 它以及它的主人 又都有哪些故事 但是 在今天研究者的手中 这些珍贵的文物 这不就是活着的历史吗 专家给出了边中所属年代的鉴定结论 但是这套边中的来源仍然困扰着办案民警 它真的是从海外回流的文物吗 但是种种迹象 又表明这套边中的来历非常可疑 就在办案民警对案件陷入焦虑状态的时候 在陕西省文物局文物鉴定中心 鉴定专家们 却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 其实这个火气印章很小 也就是我们现在直径的 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 一分钱大小差不多 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上面的字 文字其实都是很细小的 感觉是有问题 后来我们用特别用的放大的微距镜头 把它照了一下 照完了放大了以后 对比确实就发现了 它确实存在这些问题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上面有一个字 这个字其实如果仔细看 它实际上是一个签子 这个就是不对的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 火气最初使用时 全国统一使用的是鉴定两字 1994年又统一更换为鉴字 国家文物局并未颁发过签字字样的火气 很明显 这个签字火气肯定有问题 大民警和专家们随即检查火气 发现这套边中竟然有三种版本的火气 分别是两件涌钟上的箭字火气 两件涌钟和三件鱼钟上的签字火气 以及六件钮钟上的进字火气 如果说签字火气有明显的伪造嫌疑 那么镜字火气又该作何解释呢 09年7月1号 国家文物局把这个进出镜的这个火气换了 7月1号以前是鉴定的鉴 但是在09年的7月1号以后都改成了 进或者是出 要想出镜 它给你打一个出子 要想要进镜的回流了 那就打一个镜子 所以在这个火气上就是这个镜子的火气也没问题 货主自称构自海外的同一套边中 居然出现了三种版本的火气 而且那个莫名其妙的签字显然是假冒的 这不仅打破了僵局 同时也将案件推向了另一个方向 火气造假 必须马上对边中上的火气印章做权威的鉴定 文物鉴定专家们的重大发现 为这个案子找到了一个突破口 为了最终查清火气印章的真伪 五大队的大队长韩青龙 带领两名干警和鉴定专家徐涛 连夜赶赴北京 在赴京的路上 大队长韩青龙的内心有兴奋 也有沉重 现在的是案子找到突破口了 沉重的是如果真的是一起火气造假案 甚至已经形成团伙作案的话 那危害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他心急火燎的要赶到北京 会面对一种什么样的鉴定结果呢 经过一夜奔波 第二天一大早 办案民警赶到了国家文物局 在说明了事情的原委之后 国家文物进出境审核北京管理处的同志 迅速对这批编钟做了鉴定 很快就得出了鉴定结论 三组火气版本中 签字字样的火气是假火气 版上定音 其他两种分别标有鉴字和禁字的火气 倒是真火气 但是从留存的报关单上显示 该有禁字火气的六件纽钟 和报关单上所写的器物是缓合的 两件永钟上禁字的火气 明显是从其他文物上一贴过来的 现在案件很明显 已经可以定性为火气造假案了 在我们破这个案子之前 原先听说过有这方面的犯罪活动 但是从来没有抓到过这方面的案子 全国也没有发现这方面的案件 所以当时我们发现这个情况以后 立即跟公安部跟国家局继续汇报 因为这是一种很信心的 很解密很先进的一种 刀满文物犯罪手法 所以这个案子爆上起头 尽其国家局 尽其国家文物局和公安部的高度重视 迅速地就把这个案子 立为独办案件 究竟是谁伪造了边中入境的假火气呢 过渡张某显然有着重大邪迷 如果是这样 那他的戏演得可是太好了 至于海关一个全职部门 他的硬件你都敢伪造 回来以后马上就抓紧时间再次提升张某 我们当时不能排除他的作案嫌疑 因为毕竟是他的东西 他如果察觉到公安局 发现这个火气问题的时候 他手上的硬件他会躲的 也会跑的 所以我们必须马上连赶回来 赶回来以后 那就是抓紧时间提升张某 到底是谁 胆大包天 伪造了火气 硬件呢 是霍主张某吗 办理取保候审手续回家 找另外几个曝光单的张某 会不会借机逃窜呢 容不得半点耽误我 在北京鉴定完毕之后 办案民警迅速又回到了西安 张某倒是没有逃避 只是面对火气的鉴定证明 再也没法的淡定了 一五一十交代了这批青铜器的来源 原来啊 喜欢收藏的 他经常去北京古玩市场 一来二去的呀 就认识了一个姓温的女店主 经常在那买点小东西 有一次他去的时候 姓温的女店主就问他 说我这有一组 天宗品香非常好 你要不要 张某说我要啊 只要价钱合适我就要 后来到店里边 看了一两件 真就觉得不错 因为常年跟文物 跟古玩打交道 所以他一看就知道这是真品 于是这二位就开始谈了 到底是个什么价钱吧 张某也觉得自己能接受了 这东西我要定了 价谈妥了 但是有一点 这个东西必须要有合法的手续 时隔两个月 在陕西西安 当这批编钟出现在 孙某的古玩商店的时候 十三件编钟上 已经出现了火器印章 而且其中六个 还是真火器 同一套编钟 为什么火器有真有假呀 三种火器版本又该如何解释呢 这案情越发就显得有些扑朔迷离 案件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文物倒卖案的范畴 如果真的存在一个制日假倒卖的团伙的话 不知道会有多少来源非法的文物会流入市场合法交易 这个后果很难设想 案件至此 立即引起了公安部和国家文物局的高度重视 要求专案组尽快查清造假火器和假报官手续的来源 而揭开这一谜团的关键节点 就是那个姓温的女店主 看来啊要想破获此案 办案民警唯有再赴北京 那么异地抓捕能否顺利呢 好 我们下一期再接着跟你说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再见 同一套编钟竟然出现三种不同版本的入境火器 犯罪分子洗白非法文物 为何选择假冒海外回流的方式 为了逃脱审查 他们使出了哪些满天过海的招数 特别节目 互保之战 真假火器 下一期 文物洗白 明日播出 敬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